为大家送上马赤今天对吴斯的比赛 擅长对吴斯,马赤仅仅以三分鲨鱼而归 以为今天会用强阵出战吗 Tim Duncan就被波波按在了板凳石上 马赤你可怕可不跟你客气哦 今天在马赤的内线得分不少 然后另外一位主将John Wall 这边投进三分得手 他们两个人隔制在马赤身上拿下了20分 波波好像不太满意 这边马尼·尔尔尔尔尔尔尔拿下了篮板 一个full court pass给到了Petty Neews上篮得手 今天马尼尔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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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尔� 已经有落后变成了反先三分 到下半场一个熟悉的画面 Kawaii Lennon场段得手 今天他是得分不错 拿下了27分的高分 是马赤全队最高的 除了场段三分也是Kawaii经济的强项 经济他成为了NBA三分应中率最高的球员 今天Kawaii三分七投四中 这边给Kawaii抢走了三分能力 包的Danny Green一个反手勾设 经济他是变得更多元化了 马赤师的传导David West给到了Genoble 再来Kawaii Lennon一个三分 最后马赤以114比95赢得了5师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马赤主场香港的Nelson